因為在 iOS 系統 Apple 將 iPhone X 的向上滑動指令 指定為回組畫面 所以如果想要刪除 App 的話 需要先向上滑動 然後按住 App 進入編輯畫面 然後才能向上滑動刪除 App 不過在更新到 iOS 12 之後 只要向上滑動 就能和之前的其他機型一樣 滑動就能刪除 App 不需要再進入編輯畫面